我错了 我会上期视频说 网友们应克白露菜区块儿刀下 因为我也忍不住来克了 你这样慢了 这样就慢了 有朝一日白露在教周深唱歌 白露这个很厉害 他快了零点 小朋友才惯真假 大朋友课就完了 一个拥抱把两人的绯闻推上了高潮 林林蔡同学每个人都抱了 但网友们只刻着他和白露 还请了一个超可爱的CP名 大白菜 从网友们放出的路透可以看到 白露确确实实的搂了菜区困的腰 蔡徐坤也会时时刻刻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照顾白露 客时解蔡徐坤才是弟弟哦 这样的年下CP你锁了吗 其实除了蔡徐坤 白露和其他几位MC的CP感也是很强的 和周深在一起真的很像哥哥妹妹 又很像闺蜜 和郑凯在一起是欢喜愿家 但听到白露累了 却会把腿支撑给他当板的 遇见杀意了 就得开始动嘴 谁都不服谁 不得不说白露的CP感真的是绝了 但更觉得是他与杨阳和卑鄙姐在一起 就会出现男朋友看女朋友的眼神 直接化身丁肩狂魔 就想到不一定 再来一个沉重呢 会不会有点太贪 哈哈哈哈 天哪 这我眼神都能拉丝了吧 果然美女爱跟美女外 当初白露加盟跑男 有人说两人的关系一定处不好 但实际缺失 贝比前采石会放心把孩子交给白露照顾 白露说他亲了我儿子一口 然后说他太好笑了 都趴在地上 在音乐游行时 一秒听出白露的声音 白露啊 这种状态实在是不像关系不好的样子 所以家人们 把羊之甘露这对CP也死磕好吗 说到底 白露有这么多CP的原因 还是因为性格 总是在有形象和无形象之间游走 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喜欢他 人家乐与他一搭后连着二搭 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没有表情管理能力老是笑场 不能让他第一个 他心情一笑我们前过房了 罗云新一搭结束后 又为白露专门留下古装二搭 却还是喜欢在采访时故意乞讨 听说张若云因为警察荣誉第二部 也要和露露子二搭 而他与白露配完戏后 笑都是白露同款笑 因为露露子曾经说过自己喜欢白晶婷 后来还在Vlog里推荐了 白晶婷的品牌衣服 于是从未有过交集的俩人有交集了 所以大家这都是被露露子的魅力吸引了吗 果然白露的影响力还是在的 当初凭借一个表情包迅速火遍前往 可能连跑男的导演也没想到 他们当初邀请了一个娱乐圈小透明 后来却能把跑男的收视率 带回了曾经邓超惩和载时的巅峰 不得不感慨白露真的很厉害 最后想说这些CP大家嗑着好玩 开心就好了 请不要过路度伤害到露露子和其他人哦 我们有缘再见 白露你往右边来 太漂亮了 你一边来 好漂亮啊 老师旁边还有个人怎么没见你怕我呢 我就不可以说了 也没有 咱俩 我知道什么不经常把我俩放了以后车上了 太差了